男人都是狗 小姐 太子殿下带馨儿小姐去逛亲了 人家在这里操劳 你倒在外面快活 不知琉璃现在在做什么 好香啊 马车不在 应该是在红木寺当差吧 好好吃 太子哥哥 太子哥哥 这个特别好吃 快尝尝 这个是什么呀 回太子殿下的话 这叫剥侠供 乃野兔之肉所制 以酒 酱 花椒 浸润一下 再以热水烫制 味道甘美无比啊 兔 兔肉 你怎么不早说啊 这 刚才还柔柔弱弱 兔 兔肉好啊 新鲜 我还真是一番喜欢这个特殊的风味呢 是是是是 这里人这么少 是不是大家都不敢吃啊 没 没有啊 花仙主 难道就没有考虑过你们的生计问题吗 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没有啊 生意很不错的 殿下 殿下 好了 起来吧 你不用担心 孤觉的这样很好 西郊本是荒街 在花仙主的主张下 才有了如今这般热闹景象 此处与龙井坊紧密相连 万国朝会之后 你更不需要担心生计问题 草民感恩太子殿下 感谢太子殿下 男人都是狗 太子哥哥 你去哪里啊 馨儿小姐 姑已经陪你逛过这条街了 小夕小八 在 若馨儿小姐还想去哪里 你们陪她去就是了 是啊 她还怎么做 来来来 馨小姐 馨小姐 那边有个她怎么做 那边一定有您喜欢的 行行 琉璃 老板 把陈醋米醋白醋香醋 所有的醋都拿过来 好嘞 姑还听闻 今日你在红楼寺忙碌 怎么就回来了 想喝醋了 好酸 袁伟 袁伟 他们都说 陛下要把谢家二小姐 许配给你了 姑怎么不知道啊 对 谢谢大家 所以